拱戏总播队多得锦银亮派 台湾声队掰得色 制造冠军预求冠军会让总播队纳回来了 多走态度抵兔了馆总 才是总播任命的英雄 亮望租赫才是丢租过了连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最爽的事啊 就是台湾队大赢中国羽球队夺冠了 真的是非常戏剧化的一场精彩比赛 但搞笑的是 中国央视在昨天上午羽球男子冠军赛 从直播的节目中拿掉 但是到了接近黄昏的时候啊 又突然把羽球夺冠赛拉回节目表中 并且安排在晚上十点开始直播 后来又改到了十点半开始 昨天我就跟我的朋友们去日本旅游了 晚上十一点前我必须赶回民宿 看这个直播 看这个央视到底会不会直播 敢不敢直播 因为网路上传得风风火火 不只有台湾人在传啊 连中国人在自己微博的墙内也在传 央视肯定不敢播或是播不了 结果到了晚上十点半 台湾的公式已经开始直播现场画面了 而台北车站内也聚集了非常多的观众 现场看着转播 而我在日本也紧盯着央视直播的节目 看到你央视敢不敢播呢 还是我们大家都在造谣 结果一直到了十点三四五分 央视还在播西班牙网球对决画面 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昨天晚上我等待的画面 而晚上十点半的时候 他显示直播中 但是画面播的还是西班牙对战其他的欧洲国家 是怎样 这个国企是中国国企啊 另外一个是台湾的国企啊 不管说中国队赢了还是输了对吧 央视就是赢了 你看不管台湾输台湾赢中国输中国赢 央视就是赢了中国又赢了两次 央视很棒耶 央视很会玩耶 有没有非常搞笑 后来我就发了脆 有一些中国网友也回复我说 他们也在等央视的这个直播 在线还有1000多万人 结果呢 一直显示网路没有讯号啊 不然就是断网啊 这让我想到佩洛西访台的时候 中共利用即时追踪系统 直播佩洛西坐机的画面 当佩洛西的坐机从花莲外海 转向宜兰往台北移动的时候呢 央视断博了 反而一堆小粉红 跑来台湾以及外媒的网站 去看登录直播的画面 尤其是佩洛西踏出鸡门的那一刻 所有的粉红啊 几乎破坏 不是拍片说算了 不关注了 睡觉明天起来上班工作 不然就打自己的脸 哎呀他下飞机啦 不然就是砸椅子对吧 而昨天的时间一直来到了10点45分 还是在播西班牙的网球对决 央视又直接把羽球夺冠的节目 延后到11点才开始 那也就是我日本时间的凌晨12点对吧 最后来到了北京11点04分时间左右啊 此时的台湾队已经拿了一局胜利 央视才把讯号直播给接上 开始转播了画面 如果没有在现场的话 你们是在讨论剧本 看第一局怎么样 有没有追上的可能 还是说这个差距没有过大 你们才敢报道 还是说你们在播接网路 我不清楚啦 那我为了做功课 就全程看了央视的直播解说画面 里面中国评论员跟主持人 是怎么说的呢 当台湾队拿下一分的时候 都在替中共国队惋惜 并且帮自己的中国方打气 而对台湾却使用了 对手对方这个用语 那很明显你把台湾当作是日本 韩国美国这样的一个对手的角色去看待 而不是你自己的一个国家 虽然你名义上说 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对吧 但你自己心里也非常清楚台湾属于对手 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在一个赛事上 你认为中国台北是一个省队 那首先也没有中国台北省这个东西 对吧 那既然你觉得是一个省队 在一个国家赛事 队上一个代表国家的队 你不觉得有点荒谬吗 如果台湾与中共国 都是属于你说的中国队的话 那你央视转播的评论员报导 就不应该站在中共国队的立场 称呼台湾为对手 你不管下面的小粉红是什么说 两个都是中国队 不管哦 央视的权威性比你各位粉红还来得高 对吧 不然你就是央视台长 或是央视的党委书记了 对吧 而当中国队夺分的时候 央视的评论员都会大叫 好啊 然后台湾队得分 就说守好守住 别让对方再得分了 让对方多点失误就好 稳稳的打 反而让对方露出更多的失误 让对方自己失误 昨天第二场好多台湾发的借外球 一发借外球 央视的评论就说好啊 不是台湾失分了你们好个屁啊 而现场一位支持台湾的观众 举了台湾地图出来 上面还没有写个台湾 也没有画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 你讨厌的旗帜对吧 被后方的小粉给夺走了 你这就搞笑了嘛 是吧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昨天那场比赛实在是峰回路转 非常的戏剧性 台湾队在最后赢了中国队 我就从央视直播中看到非常搞笑的一幕 现场很多举着中共国旗呐喊的人啊 直接失望的把国旗拿下黯然失色 然后各种粉红在微博上痛骂了一番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些粉红骂了些什么 国家已经不需要靠一枚奥运金牌来证明自己的强大了 对面那队被收编入省队也是时间的问题 但我们梁王已经向所有人证明你们是世界最bug的男双 中国队的实力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即便是台湾人都觉得也是非常厉害了 对吧 这个不吹不黑啊 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是不是要武统台湾 中国队确实是抢的 是吧 但是国家已经不需要靠一枚金牌来证明自己的强大 你要确定中国的社会氛围与中共国的立场是这样子哦 你要确定哦 你们没有在玩大国运动来称霸市 你要确定你们没有这个立场哦 然后你又说对面那个纳入省队也是时间的问题 OK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所以你认为现在中华台北或是中国台北还是台湾队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队 但是你们又说他们是省队 省队vs国家队 然后又说我迟早帮你收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队 哇 所以现在我们是什么 这个逻辑啊哎呀哎呀 最吵的就是台湾省那般外场 可是现场举中共国国企最多的是你们的人呐 M的就想骂人连网星很棒了 一切都是老湾的错 S台独看到就气愤我等国家统一收拾这些S的东西 不是如果你继续吃食用油的话 不知道是你先S还是台独先死的 就这样一直到了颁奖典礼 不服输的小粉红才收拾好心情 并且在会场上大局五星旗 而且也在网路平台大喊 恭喜中国队拿下两面金牌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金银都属于中国 但是你po的这个图片只有亚军的 我想知道哦台湾夺冠奏的是什么歌呢 不一样都是中国金银牌不是吗 咋赢都是中国这个国家银 还有小粉红说我们的金牌被裁判偷走了 恭喜省队拿下一金 省队拿下一分 说明中国人基因好 恭喜省队拿下一金 中国台北省是什么 好你先回答我这个概念 拿一个省 在台湾这块区有两个省 一个叫做台湾省 一个叫做中国台北省 然后刚刚那个小粉红前面又说 要编入省队 那我们到底是省还是不是省队啦 那如果我们是省队 我们的省叫什么名字啦 哎呀好乱啊 中国什么最厉害 一张嘴 反正怎么样都会是他赢 我赢了那就真的是我赢 我没有任何的解释了 对吧 那如果我输了呢 怎么样还是我赢 我峰回路转转了一圈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但只有就是我赢 如果你要这么论的话 其实美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因为根据中国的宪法 跟中国的法律 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下 挖到的东西都是属于国家的 因为中国的人民 只有土地的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对吧 所以土地下的东西 都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的 那我们都知道地球是圆的 如果你有能力 这样一路挖一路挖一路挖 挖到世界的另外一头 你可以挖到纽约 你可以挖到华盛顿 你可以挖到加州 搬过去 插个中国国旗 宣布 从今天开始这面领土 对吧 这个华盛顿的白宫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因为你挖到土地的另一面啊 对吧 那根据宪法 宪法是最大的 所以美国是中国领土 怎么说的解释 通通都可以有 而我是觉得这样啦 既然你们豆腐都吃了 吃了豆腐 就要买单 请习近平把奥运金牌的奖金 汇款给我们的这个 羚羊冠军组 好吗 汇款给他们的账号 而现场播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歌 非常多的观众跟着唱国旗歌 直播中也明显听出来 非常大声对吧 而这又让小粉红破防了 表示 为什么你播的不是义勇军进行曲啊 对啊 就问你啊 为什么不是跟香港一样播放中共国的国歌呢 原来中共国的国歌有两个版本 那你们下次天安门升起典礼的时候 十一国庆的时候 记得播这首 我看你还不被八九六四 而历史性的一刻又出现了 跟三年多前一样 台湾第一 中国第二 马来西亚第三 不得不说啊 中国队真的是非常厉害啦 也非常感谢中国队 让我们看到这么刺激的比赛 我们不要去贬低任何的选手 因为他们付出的努力 都是非常巨大的 而你贬低选手就是降低自己的价值 我举例来说 像是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基本上都是主角受到了非常多挫败 最后一刻才惊险的逆转身 而不是一开始就碾压一个把你打到趴的对手 对吧 这完全没有逻辑啊 但是中国的抗日神剧是怎么演的呢 把日军当作傻子一样 各种荒谬荒唐的抗日神剧就来了 你以为拿石头 拿手榴弹 跟手枪把飞机打下来就够扯了吗 用竹筒做破极炮 打赢日军的钢制破极炮 这够扯吗 哎这些都不够扯 还有直接请雷公出来天打雷批 把日军的一个军团的人都给批到S了 你说荒谬成这样子 中国当年怎么败成这样呢 你说日军烂成这样 怎么横扫大东亚圈呢 好啦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的下期见啦 拜拜